报金轩虎骗女友堕胎抛弃对方 公司取消其新剧采访 新浪娱乐讯 韩国艺人金轩虎近日被爆料哄骗女友堕胎后抛弃对方 19日金轩虎的经纪公司宣布 取消TVN电视剧《海岸村恰恰恰》的中映采访 一名自称是金轩虎前女友的网民 近日在网上爆料 自己在与金轩虎交往 后于去年7月怀孕 金轩虎得知此事后 马上开始劝说她堕胎 声称如果生下孩子 她就要支付9亿韩元的违约金 对于该网民的爆料 金轩虎的经纪公司在沉默两天后于今天做出回应 表示公司正在确认爆料内容是否属实 希望媒体和粉丝在事实得到确认前 在耐心等待一段时间